Hello,各位同學大家好,我們今天要講的題目是 下列合者屬於氧化還原反應 那我們再來複習一下我們什麼是氧化還原 那我們只要看重點就好了,在近期的觀念裡面 早期的就不看了,早期的話這牽涉是有氧或者是沒有氧而已 近期的是比較正確的一個方向 在我們的化學反應裡面,它涉及的是什麼 它涉及的是電子轉移的反應 只要涉及電子轉移就是氧化還原 氧化反應又叫做氧化作用 氧化反應又稱為氧化作用 它其實是失去電子的一個反應 除了失去電子之外,它也可以當作什麼? 氧化素提高 氧化素上升 然後有關氧化素的一個概念的話 相信老師在課堂上應該都會解釋得非常清楚 在講義裡面有補充,這同學一定要非常仔細去看 那我們在這個影片裡面就不多加贅述 那再來第二個是還原反應 還原反應的話又稱作還原作用 還原作用的話,其實它一個定義是物質得到電子 得到電子,那除了得到電子之外呢,我們可以把它長成是氧化素下降 那我們看一下例子,如果鎂帶燃燒 鎂帶燃燒的話在這個鎂的話 它燃燒 它是一個氧化反應 鎂從氧化素0 變成 正二,所以它有一個氧化素上升 OK 那同時從 有電子,然後再把電子丟出來 所以它是一個 丟電子的反應 所以這是一個氧化的作用,我只是稱作氧化反應 那氧的部分呢,氧化氧化素原本是0 後面變成-2 所以它有一個氧化素下降的感覺 再加上它是把電子 抓回來,所以在反應誤區 所以它有一個得到電子 得到電子的一個情況 那我們全反應的話把它放下來的話 全反應不能出現的是電子 所以我們要把電子怎麼樣消掉 所以電子的部分的話都把它 通通變成四個電子,消掉之後往下拉 把剩下的反應式往下放 就可以得到兩個鎂加上一個氧氣 得到兩個氧化鎂 這是一個氧化還原反應 那記得有氧化就會有還原 它是同時存在 同時消失的 一個例子不夠,我們再看一個例子 氫如果在鹽酸中 可以產生氫氣 氫如果在鹽酸當中的話我們看一下 氫在鹽酸中,氫是活性金屬 所以在鹽酸裡面它會 氧化 它會從本來氧化素是0 後來變成 惡症,所以 氧化素提高 電子怎麼樣又丟出來 那鹽酸的部分的話呢 是誰來還原 綠的部分的話 沒辦法還原 所以還原的話就是 氧化素要下降 綠的氧化素已經是負的,沒辦法再下降 所以是由氫 氫原本是正1 後來變成0 所以它氧化素怎麼樣 下降了 然後得到電子 因為它電子是在什麼 電子是在 反應物區 所以一樣 把左右兩邊 我們電子是不能再出現在我們的全反應式裡面的 所以電子的數目一定要通分成一樣 然後再放下來 就可以得到氫在鹽酸中 產生氯化氫加上 氫氣 只要活性金屬碰到 酸都會產生氫氣 它是一個氧化還原反應 所以 最後再提醒一下 涉及電子得失的就是氧化還原 那我們回來看一下前面的題目 下列合則屬於氧化還原反應 老師把解析貼上來,你們並著看 我們來從氧化數去判斷 是最快的,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這個東西到底是有沒有氧化還原反應 一看就知道了 A選項的部分 A選項,原本碳的氧化數是0 後來變成正2 原本 鐵是正3 後來變成0 所以氧化數怎麼樣 有上升有下降 所以A就是我們的氧化還原反應 在B選項的部分的話 你看一下氧是帶正1 然後這個氧負2 然後氧也是正1 然後總total才是什麼 總total才是負1 那水的部分的話 氧也是正1、氧負2 所以左兩邊氧跟氧的氧化數都沒有變動 所以因此 它不是氧化還原 再來C選項 一樣 銀是帶正1、綠帶負1 那右邊的一樣也是正1、負1 所以氧化數並沒有變動 因此它不涉及電子的轉移 再來豬選項 豬選項的話 蓋的話是正2 碳的話呢 是正4 氧的話負2 那一樣蓋的話正2、氧負2 碳的話正4、氧負2 所以這個左右兩邊的氧、碳、蓋、氧化數都維持一樣 所以也沒有電子的得失 所以因此 我們要選氧化還原反應的話就是選A 這個是從氧化數去判斷 如果不是從氧化數去判斷的話 其實很簡單 我們學過反應式的分類 B的話是一個酸鹼中和 就不是氧化還原 C選項的話就是一個沉澱反應 也不是氧化還原 豬選項其實 它只是一個什麼 只是一個 分解反應而已 所以也不是氧化還原 所以如果你比較 厲害一點 你就從氧化數去判斷 如果 還沒學到那麼厲害的東西的話 我們也可以從反應的類型 很清楚的看得出來 哪一個就是氧化還原 OK 所以這一節的話我們就上到這邊囉 沒有問題的話就下課